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现场有来自中国黑龙江的同学 又来自台湾的同学 这个聚会非常的难得 这一次 李会长从中国回来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 出家人 担负起洪华立森的使命 特性的修养非常重要 这个工作要从哪里落实 过去 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有所谓精神教育 每一天早晨升起 校长老师训话 内容教导我们怎样做人 我们对于做人的道理 厨师的道理 从每天老师的开导 熏陶这个地方 得到一些 现前我们四中同修聚集在一块 每一天早晨我们半个小时的聚会 目的也在此 而这半个小时非常重要 那么从同修们要求 我利用早晨这个时间 将太上感应篇再讲一遍 而太上感应篇内容 也是帮助我们 成就我们德行的教育 这个问题在今天 实在是非常的迫切 应光大使看得非常清楚 非常明了 所以一生当中 极力提倡英国的教育 英国的教育 它的实质 就是德行的教育 这个事情 我们在讲习当中 也屡次给大家报告 佛在经论上常讲 与之前世因 今生受这事 与之来世故 今生做这事 这是英国的大道理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前途 是光明的 还是暗淡的 就在自己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就知道一个大概了 我们要看这个世间 是乱世还是智世 只要看看这个社会大众 他们想些什么 他们说的是什么 他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就很清楚 很明白了 可是仔细 反省自己 观察社会 前途实实在在是 这的人忧心 那就是普遍的 都是自私自利 俗作所为 多半是损人利己 社会我们天天听到 竞争 竞争是互不相让 社会怎么会不乱 怎么会有安定 怎么会有和平 今天和平变了一个口号 和平变成个晃子 许许多多人都在喊和平 高唱和平 和平两个字怎么讲法 不知道 印度教里面 有和平祈祷 三成和平 我曾经跟大家做了个简单的解释 和是大家毫无相处 平是彼此平等相对 第一个和平 我们祈求 人与人能够和睦相处 不分种族 不分国家民族 不分宗教信仰 都能够和睦相处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作合作 平等对待 这第一个和平的意思 第二个和平 希求我们人与自然环境 和睦相处 我们生活环境里面 有动物 有植物 有矿物 我们要爱护他们 对于他们 也要平等相处 第三个和平 我们祈求 我们祈求于天地众神 何谋相处 神与神之间 人与神之间 也是平等对待 我们尊敬神 每一个宗教里面 都特别强调 爱神 我们要把尊敬神 爱神 这个心形 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一切人 对一切四 对一切五 这是真正对众神的功夫 三个和平里头 有很深的意义 我们明了 我们能做到 落实在生活当中 学会 才有安定 世界 才有和平 众生 才有幸福 这一切 都要建立在我们 德行修养上 儒家的教训 四个科目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是淫语 其四 才是正思 才是文学 它有次第的 有信厚的 我们在仔细观察 每一个宗教的教育 也都是把德行 摆在地上 所以我们不能够不重视 不能不认真学习 如何能够教自己 真正回过头来 啃在德行修养上 下功夫 往年 我有一次在休斯顿 跟念工的公子 他是个大学教授 我们在一起吃饭 谈到这些问题 蔡念生老爵士的公子 他向我提出一句话 现在人 所以不能够奉法向上 是不支持 我听了很有感受 圣人交给我 支持 近乎勇 这个勇就是佛家将的勇猛精进 我们俗获了 什么是齿如呢 不如人是齿 什么人是标准呢 诸佛如来是标准 我们跟诸佛如来比一比 不如他了 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妄想执着没有放下 是不支持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我现在为什么还落到如此地步 蔡就是讲得好 当时他谈给我 他说我们来搞一个支持运动 好 这个构想太好了 组成一个志同道合的大家组成一个支持学士 我们来推动支持 我们来推动支持 实在说 这个构想是一个从根本的讲法 根本做法 孔老夫子唱说 行机有齿 就是支持 人不支持 永远不能奉发向上 必定自甘堕落 支持的人 支持的人决定不会走 断悟修善 他会欢喜接受 欢喜奉行 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灾难频繁 种种种灾难 从哪里来 佛在经论上常讲 一切诸法从心相生 西方极乐世界 从心相生 祝福净土 也是从心相生 心清净 就生净土 佛在经上 佛在经上说 我们这个世间 众生心不清净 所以佛菩萨眼光 看到我们这个地区 叫五座卧室 浊 就是不清净 浑浊 卧室 众生造实卧业 他不是造实然 他造实卧 神造杀盗因 口望于脸时 其余握口 念头 坦诚 迟慢 所以我们生活环境 无非是业感变现出来的 我们今天的业不善 要寻求好的生活环境 决定做不到的 在佛经上常讲 无由是处 十五一 我们仔细观察 他在增长 几何极速的增长 我们走遍世界许多国家地区 看到的是普遍的在增长 我们怎么能不忧虑 这个古包 是世界上的大灾难 灾难是我们业力感召来的 所以有许多同学问 灾难用什么方法消除 消除的方法有 可是做不到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只要回心转意 断卧修善 石卧业 再不造 翻过来修善 我们念头 我们行为 真正转过来了 这个世间灾难就消除了 现在我们不要问别人 问自己 自己肯不肯转 从哪里转起呢 从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 从这转起 从今天起 不再想自私自利了 齐心动念呢 想社会大众的利益 想一切众生的利益 这是从根上把念头转过来 然后 断石卧修善就不难 我们今天为什么断卧修善 那么难 就是你那个根 自私自利的念头是根 这个根没有拔掉 念念不能学弃自己的利益 你怎么会利别人 怎么能够把损人利己 这种心形断掉 我们都从这些地方想想 怎么样就自己 佛在大臣经里面说的很多 我们与一切众生 有共业 也有别业 别业当中有共业 共业里头有别业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帮不了别人的忙 至少应该独自己 要帮自己的忙 换一句话 至少要能够自救 自度 真正能够帮助自己 同时也就帮助别人 这个社会上多了一个好人 多了一个好的样子 多了一个好的影响 好人渐渐多 灾难就会减轻 所以要真回头 时时刻刻 反省 景点 改过自新 这个叫真正修行人 这是大经里面常说的如来第一弟子 我们要发心 这个心一发 就是经上讲的菩提心 菩提是觉悟了 我们真正觉悟 觉悟之后立刻回头 回头是岸 回头 就得救了 菩萨 佛陀 乃至于世间这些大圣大行 七心动力 也与赵泽 都给世人做一个好样子 好样子 无非是天天繁省 景点 改过自新 世间人疏惑了 忘掉了 我们要提醒他们 所以 德行地修 不仅是出家弘法的法师 我们佛门四众弟子 都要重视 都要认真 陆离的学习 赶音频是非常好的教科书 提供我们 反省的条目 我们一桩一桩看 他里面讲的 善心善行 我们有没有去除 他讲的 卧行 卧行 我们有没有 毁饭 依照这些条目 来修心 来修行 这样就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 第七十一节 狗父而骄 狗敏无耻 接着底下一段 也是那一句 太上所给我们举的这些例子 都是一切众生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知不觉 常常触犯的 狗父 是稍稍富有 并不是大父 稍稍富有 就显得骄傲了 你 是姓名 姓名 父子说 行极有耻 上一次 也跟诸位提到 人 人 不能不支持 不支持的人 永远不会上进 《离记》里面讲 灵才悟苟得 灵难悟苟明 这个就是行极有耻的具体现象 遇到 不仅是财富 功名利卢都包括在其中 有得到的 有得到的机会 有得到的机会 所以从前 行人君子 接触过 慎行良好的教育 纵然由机缘得大富大贵 他也能够在一生当中安平乐道 将他的富贵 与社会一切大众共享 在中国历史上 英光大使 最佩服的 范仲淹 这个人是得大富大贵 他将他的富贵 施舍给他的宗族 给他的邻里相当 各社会一切大众 所以印族十分赞叹 我们在文朝里头常常看到他老人家提起 他的家道 八百年不衰 范仲淹 八百年前的人 子子孙孙到现在 家庭都兴旺 子子孙孙都能守住祖宗的成规 临才无够的 林呐无够远 无够明 家庭教育好 所以古人讲 对人对四对五 恭敬皆解 这是复报的根 教令 傲慢 是灾祸的根源 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 种下这些荷根 到古报现前的时候 不知道凶灾是从哪里来的 怨天有人 罪上再加罪 这怎么得了 随于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与社会大众共患 绝不求性命 一定要帮助社会 帮助苦难的众生度过灾难 我们看看这诸佛菩萨 这是大慈 祝你为众生想 为社会安全想 为众生利益想 没有替自己想 社会上多一个这样的人 社会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所以伏 我们希望富有 富有可以有力量布施 有能力帮助别人 自己要借减 我自己能够借减一份 对社会就能多帮助一份 我们借减两份 对社会就帮助两份 长存此心 无量的功德 那我们多浪费一份 众生的福利就减少一份 我们把它浪费掉了 不知不觉了 这造罪业 纵然是我们本分 应当享受的 也不应该 我们看世处世间 大胜大血 佛陀 诸位都知道 佛会以二族尊 佛德是圆满的 圆满的佛德 他为我们所实现 还是习福 还是借减 我们没有看到 一尊佛菩萨浪费过 诸节里面 引用古人 除世带人借物的规范 我们要读读 要认真地学习 这个里面所说的 全是英语国报 存心忍厚 待忍厚道 都得福 稍稍稼 叫慢 轻视别人 都种下了祸根 你在得试的时候 别人不敢动 你在设事的时候 这些人报复就来了 忍辱 得罪 归于神 依佛如实 我们学佛人都知道 自己无量借来 冤情待主 很多 这些在我们周边 无形的一种压力 我们自己走运 期望的时候 他不敢动 他潜伏在那里 没有消失 等到我们的运衰了的时候 他就来干扰了 特别是在病重的时候 垂危的时候 我们在地藏经上都到 在这个时候 运行带主 多现象 善悟的业力 这个时候 统统都出现了 所以 凡夫 哪有不随意流转的道理 随意流转 非常可怕 第一下年居 任恩推过 这个就是一般讲 贸功 好事 不是自己做的 自己要把它贸任 别人做的好事 据为己有 自己有过失 推给别人 嫁祸于人 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也常常见 德行的修养 一定要从童年开始 让他养成一个习惯 能够辨别 习正是非 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 从童子 就开始 所以这个社会 能够长治久安 这个民族 能够绵延几千年 而不会被消灭 不会被淘汰 原因就在此地 可是今天 我们这个民族 遭遇到空前的危机 危机 不使列强欺负我们 这个不在乎 危机是 我们把祖宗教诲 疏惑了 学习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 这个危机会导致亡国灭种 亡国不怕 还会复兴 灭种就可怕了 所以夫子教学 第一个德行 有道理 我们再看看 古今中外 所有宗教教育 都是把德行摆在地 如根佛的教学 非常圆满 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个世界 古今中外 神仙的教学 我们也要细心观察 也要彼此了解 要真正做到 知己知彼 你对于自己的文化 才真正产生了信心 爱心 乐意 一教风险 乐意 将它发扬 广大 利益 一切众生 佛家常讲 众生无比十元多 我们对它轻视 原因就是了解的太少了 这个难怪 你没有学过 没有人教导 没有人给你讲 自私自利的意义 永远不能够放下 如何修学成就自己的德行 学问 也没有人教过你 现在要找到一个善知 教导你 几乎已经不可能 李老师从前教我们 说得非常坦白 真正学习的年龄 是二十岁以前 那么我们要问问 现在二十岁的这种青少年 谁肯听从善知识的教导 这个年龄 所以血气方刚 很不容易接受善道 人到四十岁的时候 习然已经成了习惯了 很不容易改过了 纵然遇到善知识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善知识 自己都非常谦虚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五十三餐 你看每一个善知识 自己谦虚尊重别人 他们有智慧 有德行 有修养 有见识 看到你这个人可教 帮帮帮你的忙 不能教 那就慧能大师所说的 获掌令欢喜 过人 造过人的夜阴 过人受过人的果报 祝福菩萨有耐心 等你在夜报受尽了 的时候 你回过头了 佛再来教你 所以这个期间 往往是经过多少大戒 这一生之中给你种个善意 阿赖耶识里头 给你种一个种子 这是佛菩萨对的其中生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古德告诉我们 这是善种之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的 这一生纵然不能得度 九元界之后 必定还是这个种子其先行 能成就自己的道业 但是要等待多久 那就很难讲了 如果在这一生要想得度 那信念性必须要去除 可是我们仔细观察 仔细繁省 检点自己 这信念性三方面 具不具足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也与造则 与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 念念相应 行行相应 这一生决定得度 这一生就很难得度 但是得人天佛报是肯定的 真正一教修行 无量寿经讲得好 发菩提心 一想专念 你菩提心没发 一想专念 做到了 你得天人恭敬 得人天佛报 不能往生 往生主要记住 一定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正觉悟 彻底觉悟 菩提心一发 太上感应篇里面 所讲的一些故事 都没有了 所以 这个小册子 对我们来说 非常有用 我们常常读诵 常常检点 如果还犯 这个里面的过时 自己立刻就要警觉到 我没有发菩提心 我修净土 没有菩提心 你看看 列代 祖师大德 告诉我们 不要说祖师大德 四十八院里头 就讲得很清楚 你的天人恭敬 你不能往生 换一句话说 你得人天佛报 脱离六道轮回 设法界 做不到 所以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菩提心 可以从感应篇里面的善与无 善能够奉献 我能够改过 这样的人 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徒 决定有份 如果断华修善 又能立一切相 念念不立清净心 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在十报 专业度 所以经上讲 娑婆世界修行一天 敌的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你们想想看这个话什么意思 细心想来 极乐世界修行 比这个娑婆世界修行 比极乐世界还出胜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了 你要会比极乐世界修胜 不会 那就云云不如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 进步的非常缓慢 娑婆世界是大进大退 会的人大幅度的进步 不会的人是大幅度的退传 这是大进大退 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 但是很缓慢 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知道四世真相要会 利用短短的机缘 要大幅度的进进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理 这有个同学提了问题 他说他非常庆幸遇到禁宗法门 天天天经天天念佛 他说为了要抓住机会 早一天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 弗度苦难众生 那么他已经把工作放下了 想长时间在这个环境里面 熏悉佛法 生活费用它没有问题 而且在这个地方修学 这事源减少了很多 他说请问我的做法如法吗 如法 如果你有这个环境的话 你的家庭眷属不障碍你 就很如法 如果有人毁谤 怎么处理 毁谤谁他毁谤 不问不问 听到人毁谤 你就念阿弥陀佛 不要去理他 这样就好 你就会有成就 如果别人毁谤 你要在意放在心上 就把你整个道行毁掉了 那非常可惜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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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